以翻译方式学习英语的孩子,以母语为英语的孩子,在遇到相同情景时,分别是如何说出英语的呢? 以翻译方式学习英语的孩子,在遇到这样的情景时,脑海中首先反映出想要表达的母语,在逐字逐句翻译成英语后进行输出。 但这种硬性翻译出来的英语,往往带有很深的母语痕迹,母语是英语的人是很难听懂的。 而母语是英语的孩子,在遇到同样的情景时,首先也是反映出想要表达的母语,也就是英语,然后输出出来。 这种由情景直接触发的英语是递道的,但对于一直以翻译方式学习英语的人来说,也是不容易理解的。 就像Here you are的意思,并不是你在这儿,而是比你。 翻译方式学英语与情景对应学英语的区别,在于是否经过了翻译步骤。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,往往无法彻底较出母语思维,再加上对英语词汇的理解不断,语法使用的不正确,就造成了不地道的英语。 因此,想要孩子像学习母语一样学习英语,就必须叫过翻译环节,让情景直接触发英语,也就是情景对应学英语。 什么是情景对应学英语? 情景对应学英语,首先需要给孩子输入并让孩子积累大量地道的英语情景。 从而,使孩子在遇到相似情景时,自然触发与情景对应的英语。 这也是母语为英语的孩子学习英语的核心方式。 在广城市并承证,让孩子像学习母语一般学习英语的教学理念。 结合丰富的幼儿英语教学经验,历史两年研发出一款全场景互动系列绘本《森林小镇》的伙伴们。 什么是全场景互动绘本? 《森林小镇》系列绘本,精选最常用的日常情景,并以互动绘本的形式将情景生动地呈现在孩子面前。 为了使情景与英语更好的对应,《森林小镇》系列采用全场景互动模式, 依许小朋友与绘本中的任意人物或者物品进行互动, 更可以原汁原味的美语配音与生动可爱的动画效果, 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大量的英语情景积累。 同时将英文文字以独特的气泡为载体, 贯穿于整个绘本,达到了情景图像、英语语音、英文文字三者的完美对应。 在孩子拥有大量地道的英语情景积累后, 在遇到类似情景时,便会自然而然地输出地道的英语了。 只要情景队应就足够了吗?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 为了促进孩子自主的学习应用, 《森林小镇》系列为绘本每一场景增加了任务与实际原则。 孩子每完成一个对点就能获得一张清美的单词铁片。 每张卡片还配有常用的短语和例句来加深孩子的学习印象。 快来比比看,谁收集了最多的卡片吧? 孩子已经习惯了母语故事,对英语排斥怎么办? 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度过英语排斥期, 《森林小镇》系列还提供了母语模式, 点击切换语言按钮, 就能完成母语与英语的切换了。 妈妈不懂英语,对孩子的用语启蒙, 有疑问怎么办? 贴心的妈妈帮助系统, 整理了幼儿幽语教育的常见问题。 各详细的介绍了森林小镇系列的使用方法。 所有疑问一扫不过。 森林小镇的伙伴们, 让孩子大声说出最地道的英文。